欢迎收看涛歌测评 今天呢和你们一起来玩万代最新发售的这个假面骑士啊 应该叫02的这个生辰密钥对吧 这个应该是剧中假面骑士01它的最终形态啊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嘛 它这个剧还没有更新 所以说我们是只能够先玩一玩玩具 具体这个表现如何呢 还是要等到时候更新了之后再看啊 它这次盒子呢会比一般的密钥稍微大一点 里面呢是一个吸塑的包装 那么首先打开来之后呢 在这边有一个哇这个塑料壳子 透明黄色的玩具感挺强的 不过正面这个电镀银色的涂装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个红颜色部分呢 好像是个分件吧 其他的好像就没什么啊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密钥 被包裹的也是很到位的 下面呢我们来组装一下怎么称呼它 应该叫做02升级组件是吧 我们先把飞电驱动器 右边的这个电镀的零件给它取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不是有两个卡扣吗 然后正好呢要和它这里面的卡扣 给它卡到一起 好那么卡上去之后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个弹簧的把它按动 然后往里面一插 诶 可以听到插上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音效 同时呢 诶 拔出来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音效的 那这个组件装上去之后呢 它也是有这个弹簧的可以在里面进行滑动 同时呢你给它活动到最顶部的时候给它按紧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被固定住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2生成密钥的本体 这个地方的银色涂装很漂亮 然后它这个盖子呢和之前这种镜面的盖子都不太一样 是有这种像是闪亮效果的涂装啊 个人感觉还挺好看的 在背面呢采用的是一整块黄颜色的透明塑料 零件的发色上呢跟之前的闪耀蝗虫我感觉也差不多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按钮 给它按动一下 诶这个地方就会弹开 跟千奇的那个密钥非常像啊 不过里面呢这个蝗虫它是 呃机械细节隐藏在横里面 基本上看不出来啊 因为它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发光的效果的 好我们拔掉绝缘片 来看一下一个单体游玩的音效 哦这次是有台词的啊 看来这个不愧是最终形态 这也是DX玩具一贯的惯例了 这句这句话听得好好有感觉 好那么单体的全部音效玩法呢就是刚才这些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触发它一个变身的玩法 首先呢要把这个组件给它翻过来 但这个时候呢是不会触发任何音效的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弹簧 这块组件呢还可以向下按 诶这个时候呢腰带就有一个唤醒的音效了 变身的时候呢这两边的LED都会亮啊 感觉还挺酷炫的 但是呢这个音效感觉有点模糊 并不是非常的清晰啊 我们来听一下必杀技 你可以听到它是02 Big Bang 而不是那个什么啊什么impact之类的 这一脚下去那真的是毁天灭地的感觉啊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你在变身的时候 不用这个玩意儿来进行这个唤醒腰带 直接用这个密钥放上去的话呢 哦这个时候会有authorized的影响 就如果用传统的这种变身方式呢 它刚才音效是progress啊 如果说你是用它的这种规定的变身方式的话 那么就是02 Rise 也就是说在前面的这个音效方面呢 二者在变身玩法上有不同的话 音效也会有不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装了这个强化升级组件的飞电驱动器 搭配上之前的一些深深迷样 它们的音效会是什么样子呢 音效没有任何区别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形态在剧中登场的话 应该挺强的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搭配这个沙普艾斯升华器 它的玩法是什么样子呢 哇果然每次只要一放到这个射击升华器里面 音效就会减少好多 这个必杀的音效好像跟刚才也是有不同的 然后我们来搭配一下千奇的腰带 看看音效会有什么不同 后面的音效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前面这个音效就是在那个Zero 2 Rise和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会有一些音效打架的情况出现 而且我要说一下 哇这个装到里面 你看搭配上千奇原本的这个图案 好漂亮啊 有没有 然后我们来触发一下必杀看一下 好像是没有办法触发必杀的 好我们来用这个强制升华器变身看看效果 直接这样插进去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这个红色的光效在两个眼睛间来回动还挺好玩的 必杀也能触发啊 然后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那么到这里呢 这款玩具简单把玩一翻之后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一般啊 音效也一般 长得呢 也一般 外面这个大透明塑料壳子确实有些地摊玩具般的质感 而且目前180元的价格呢 其实我觉得也有点贵啊 毕竟你考虑到现在老千的腰带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对吧 所以说这个玩意呢 值不值得购买 完全看你个人 不过呢 有可能啊 等到证据播出啊 这个皮套登场之后 我会觉得真香 也说不定的啊 话说这个01什么时候开始恢复播出啊 我真的是等不及想看了啊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目的全部内容 记得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喜欢的话 也别忘记赞订支持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 输入涛哥测评 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 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 这样子呢 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 你就不会错过了 玩具资讯哪里找 静在涛哥公众号 赶快关注起来吧